大家好我是物理治療師我叫葉伯亨 那曾經有在台灣醫院實行以及國軍醫院工作的經歷 那我現在主要是跟朋友一起出來創業的名字叫 Stero Massage科學轉換運動團隊 所進行的主要項目有體能訓練以及用科學檢測的方式 去針對每個人的體態去做調整 然後以及運動恢復的項目 今天受邀請來與大家分享的是由Famica設計的快收型走拐杖 相較於傳統走拐杖它設計的更加的輕巧以及優雅時尚 還有解決傳統性拐杖所帶來收納不便的問題 Famica快收型走拐杖是由中立的結構設計 以及主打快速的打開以及收納 可以藉由一個按鈕輕易的方便做使用 那我們現在來示範給大家看 打開然後用按鈕按下去 然後收集 傳統型走拐杖大多有收納不便、人體工學體驗較差 以及重量較重等問題 因此Famica設計團隊針對這些問題設計 足可快速收納的快收型走拐杖 快收型走拐杖最大特點是在收盒行程有57公分 針對一般Nome店的人在使用輪椅及開車出門時 相對於傳統型前壁拐來說使用上更加來的便利 下方擁有多狀位高度調整的設計 能夠針對身高在150公分至180公分的族群上做試用 以及底部擁有加大型的防滑墊能夠在使用上減少跌倒的風險 及最後一項專利是在使用金屬拐杖能夠減少拐杖碰觸地面的撞直升 Famica快收型軸拐杖最大承重達到130公斤 最短收盒達到57公分 比整支拐杖的重量只有800克 相對傳統型軸拐杖多了軸關節支撐的部分 能夠針對在上肢肌力較弱的族群使用拐杖時 因為肌力不足造成軸手的現象剪接洗澡的風險 在手把上的設計不同於傳統型 擁有反向性設計 能夠在使用拐杖時以拐杖更加為一體性 減少手段直接受到的壓迫性傷害 快收型軸拐杖不論是針對是老年人或是年輕人 只要你擁有下肢的問題 像是運動傷害以及下肢無力等症狀 都適用於快收型軸拐杖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